今天我们来说混原装 咱们平时见过的混原装有几种 我来举个例子 比如咱们见过的有这种抱球式的 手拿起来放在高位的 还有一种是手扶按 放在中胶往下向按一个球的 这也是混原装的一种 还有一种是像抱一个球一样 在下胶靠肚的这个位置 这是一个都是很常见的 那么混原装是怎么游来的呢 首先混原装是建立在无极装的基础之上 在无极的状态下 然后慢慢的演变成的 比如低位的中位的高位的 演变成这几个混原的状态 而且混原装你看似抱球 实际上它的手并不是抱球 它是由身体内在 内部各个方向的作用结构力 形成了一个自然的结构立场 然后由内而外再展现到肢体之上 最后由身体自然形成的这么一个生理状态 这个是混原装 那么混原装到底应该怎么练呢 首先混原装它是根据无极装 以它为根基的 所有的基本的动作要领 比如头顶悬 沉间坠肘 寒星八倍 松腰松胯 脚尖朝前膝关节微弯 这些都是不变的 那么混原装是什么要求呢 首先咱们人身体是有经络分布的 阳经在外 阴经在内 像抱一个球一样 复阴抱阳 两个手心是对着自己肚脐的方向 抱一个球 固定住 它会有一个范围 不是很远 也不是很近 它有一个适当的范围 另外呢 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啊 身体会随着自己的呼吸 有一个微微的浮沉 我这做的比较夸张啊 但是呢 这是为了给大家演示 实际当中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别人可能是看不到 你这些细微的这些运动的 只有你自己感受 身体内部这些细微的变化 刚才说到了呼吸 混原装呢 非常注重呼吸 呼吸既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胸式呼吸 也不是腐式呼吸 这都是不对的 混原装是自然呼吸 那什么叫自然呼吸呢 大家每天都睡觉 你似睡非睡的时候 这个状态就是自然呼吸 这个就是混原装 所有的装功啊 指的是一个状态 我们在这个状态之中 这个是装的状态 那么我们练完了之后 要收工 要出这个状态怎么办呢 混原装的收工啊 和无极装是一样的 随着呼吸 放松 然后手从身体两侧 缓缓的升起 到最高点 缓缓的吐气 过程当中不许憋气 从上到下 一气合成 缓缓的放松 吐气 手自然放到身体两边 然后眼睛呢 微微的缓缓的 慢慢的睁开 不要马上说话 慢慢的出这个状态 这是一次完整的说工 我们呢 再说一些禁忌 混原装和无极装啊 一些基本的禁忌是一样的 拒绝被别人打扰 然后呢 拒绝被风吹 这个是基本不变的 那么混原装 因为它有一个特定的外形 有个特定的姿势 所以它的禁忌呢 有一样啊 不能违反生理 双手不能超过横膏膜 如果你的双手超过了横膏膜 那你的气息就会拔起来 时间久了之后啊 心口就会憋气 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也是非常严重的禁忌 一定要注意 那么还有一个啊 就是混原装的重心 既不是前脚掌 也不是后脚掌 如果你脱离了这个边界的话 放在前脚掌和后脚掌 你人都会容易失去重心 那它的边界在哪 在你的两个永泉鞋 相交这个披拟的交接点 这个是你重心应该放的位置 往这一站 你的重心是稳的 还有呢 就是所谓的食指抓地 它指的不是让你的脚 真正的去扣住地面 而是说我们在站桩的时候 在这个状态之中 气息向下沉 贯穿三胶 足下要生根 我们的结构和重心 要像根系一样去抓住地面 刚才我们说的啊 是这个抱球式的混原装 那么混原装呢 还有一种是这种环抱式的 它也讲究六面争力 也是这个六面求力的 不管是哪一种混原装 它对于养生 和你所练习的这个权种来说 它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么基于无极装 衍生的这个混原装 它和无极装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既然它们是阴阳互补 那肯定是各有各的特点 阴阳呢 有一个属性 是对立统一密不可分 那么这个混原装 是依据无极装而生 同时它又是完全两种不同的 又分不开的功法 那么无极装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啊 无极装是无形无相 它的特点是无中生有 在感受到自己身体内部 生机勃勃变化的同时 不求而得 那混原装有什么特点呢 混原装是有形有相 有中求无 它呢是在感受自己身体 各种不同状态的同时 余力势不关己 那么我们在练习混原装的时候啊 首先 混原装它因为有了一个形态 所以它的难度呢 要比无极装啊 要高一些 初学者在练习的时候呢 不要过于的去追究时间 只要你在这个状态中 时间长短无所谓 你开始 你在这个状态中保持三五分钟 这都是没问题的 都是可以的 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呢 你可以适当的延长时间 我建议的时间啊 是在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之内 都可以 这个状态下呢 你可以更好地感受混原装